面对俄乌冲突期间欧洲国家的能源危机 俄罗斯媒体近期制作了一期嘲讽视频 视频中俄罗斯媒体人呼吁西方民众 尽快在即将到来的冬天之前 搬家来到俄罗斯遇寒 通过该视频 俄罗斯媒体人用戏谑的口吻 讽刺西方国家 即将面临沿冬中缺乏天然气的穷状 视频中多次提到俄罗斯拥有廉价的天然气 燃油、出租车和快递费用 最后还特意讽刺到 俄罗斯拥有可以承受成千上万制裁的坚韧经济 呼吁西方民众尽快前往俄罗斯 因为领东将至 俄罗斯有着充足的能源 再不来就往了 分析人士指出 在俄乌冲突期间 欧盟不仅为乌克兰提供物质装备和资金支持 还对俄罗斯实施了从金融到能源全方位的制裁 甚至不惜充当美国打击俄罗斯的炮灰 尤其是最新的第五轮制裁中 欧盟将对俄罗斯的进口煤炭实施尽力 作为最重要的项目纳入其中 由此也正式拉开 欧盟与俄罗斯能源全面脱钩的大幕 欧盟也同时迈开了寻求新的进口替代员的步伐 然而这一过程对欧盟经济和社会影响实在过于巨大 煤炭、石油与天然气 作为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三大能源产品 对其依赖程度高低有别 从全球各地最终所能获取的替代资源难度也不禁相同 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欧盟都会为进口能源的转换 承担不菲的财务成本与可能的市场风险 外界普遍认为 由于欧盟国家已经决心下定 彻底与俄罗斯在天然气领域脱钩 为此他们希望美国、沙特和卡塔尔三个增产 以提高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产量 有消息称 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 希望与俄罗斯达成妥协协议 暂缓排斥俄罗斯天然气的步伐 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要产气国 都没办法取代俄气在欧洲的地位 因为想要增产并不容易 在供应链难题和资本流动等因素约束下 美国、沙特和卡塔尔天然气巨头们纷纷表示 他们更倾向于将景气周期下的巨额利润 用于偿还债务 回购股票乃至支付股息 并不打算轻易增产 卡塔尔方面则认为 它的天然气产量已经接近极限 根本没办法向欧洲出口更多天然气 据计算 今年冬季至明年春季 欧盟的天然气缺口将达到总量的35% 也就是说至少有2800万欧洲人 要面临受冻的风险 在外界看来 这完全是因为欧洲旧游自取的结果 为了不受冻 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储备木材和煤炭 来提供给民众进行驱暖 但问题是欧洲进口木材的5%是来自俄罗斯 而且欧盟还禁运了俄罗斯煤炭 这意味着离开了俄罗斯的能源 欧洲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寒冷的冬天 承受着二战以来罕见的能源危机 目前俄乌战争现在在军事上毫无悬念 现在双方斗争的核心在货币战上 当油价处于合理的价位上 则俄罗斯就能拥有持续不断的造血功能 这样就能让这场反巴运动持续下去 并取得最终胜利 我们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 普京更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因此我们看到普京在充分地利用 俄罗斯的国际伙伴来实现这一点 因此我们看到了如下这条新闻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消息 当地时间18日晚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伊朗作为俄罗斯最得力的国际战略伙伴 同时也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且现在两家也都同病相连 都受到美西方集团残酷的制裁 因此我们相信接下来两家会在能源上有协同动作 当国际油价保持高位时 国际买家对打者的俄裔能源就更有动力采购 当然更厉害的一招就是 俄罗斯紧紧地抓住欧洲立不开俄气这个命门 对欧洲进行极限施压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德国已经解决了北溪一号线的七轮机问题 但最新的新闻告诉我们 现在已经不是设备妨碍俄气输欧了 而是俄罗斯主动对欧洲极限施压 逼迫它为了能源向俄罗斯妥协 据路透社7月18日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在其14日的一封信件中宣称 该公司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业务 承受着不可抗力的影响 并且这种不可抗力 将至少影响其对至少一家主要客户的天然气供应 近30年来欧经济关系密切 因此俄罗斯连家清洁高效的天然气 就成为欧洲不可缺少的能源 其结果是欧洲产业离不开它 可现在欧洲却配合美国对俄进行制裁 加上俄的反制裁 就让欧洲处于饥寒交迫的境界了 而就要逼欧想自己妥协 让美西方集团承认俄罗斯的激进事实 不搞互相伤害的一套 现在欧洲已经受不了了 俄乌战争带来的通胀压力等 已经让英国政府成为看守政府 意大利总理也辞职 欧盟的双核心得发也受不了 如在加把境 那对欧洲就真的是大浪逃杀 因此俄罗斯在供旗上对欧不断地卡紧 是有利于国际能源价格维持高价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在军事层面上 也不断地加紧 因为现如今的乌克兰精锐部队 已经被俄罗斯吃得差不多 而普京最近让全乌克兰人 能快速入俄罗斯集就是一个大信号 现在美国也在加紧车走在乌克兰的美国人 若欧洲的火药筒炸得更像 能源的价格焉有不高之力 只要国际能源价格能为俄罗斯造更多血 西方就无法赢得对俄的货币战胜利 常态下 美国却有能力掌控世界油价 当年美国联合沙特 让欧佩克把油价打压到每桶十美元以下 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主因 但这次欧佩克并没配合美国 哪怕欧佩克的秘书长刚莫名其妙地死去 拜登又访问沙特 沙特也没配合美国大量增产石油 现在大家看出名堂来了 俄罗斯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处非常状态 因此拥长太操控能力的美国 这次竟然无法左右俄罗斯 在世界非常态下 俄罗斯对局势的控制能力 竟然比美国还厉害 因为俄罗斯的能源和粮食 军火 能让俄罗斯在非常状态下活得很好 在非常状态下 大家又特别需要能源和粮食 这些都刚需 因此只要继续维持非常状态 俄罗斯就不愁自己的能源等 买不出好价钱 也是为什么俄罗斯敢对欧洲 很甚至断气的原因所在 美国虽然也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粮食 还是世界第一大军事大国 但美国是美元霸权供养的 换句话说是全球的财富滋养了美国 因此当全球处于非常状态 大家都缺少粮食 能源 则作为常态下的既得利益者 美国就没办法从大家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样他的霸权基础将崩溃 普京早看出战胜西方的奥妙 他有能力让世界长期处于非常状态 且美国自身也想通过美元潮汐等收割世界 通过让其他国家陷入困难去更好的控制世界 而这两股潮流现在开始河流 就帮助普京实现世界非常状态 这样也就实现了俄罗斯 对常态化的既得利益者革命的目的 理解的这一点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俄罗斯为什么会在天然气上对欧盟 在军事上对乌克兰越来越狠了 这样下去美西方集团和俄罗斯 将长期处于持久战中